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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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玉帝最终还是决定把地球的命运压在毛毛王身上了 这是哪里传来的声音 您就是原始天尊 小朋友们好 我是原始天尊 您就是原始天尊 听您的名字 我还以为是个老头呢 谁说我就不是老头了 你的师父一千多岁不也是一张娃娃脸吗 那倒是 那原始天尊大人您有多少岁呀 嗯 我算算 自从有了蓬莱 我就一直待在这里 差不多有一百个一千岁了吧 十 十 十万岁呢 您这张脸保养得可真好 真好 一般一般吧 神仙都能保持容颜 如果你们喜欢一辈子当小孩都行啊 我明白了 难怪玉帝陛下会让我们来找您 您一定知道让地球变回正常的方法 是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就跟玉帝讨论过这个事情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可以代替天宫的内核 什么东西 女蛙石 女蛙石 我听说过女蛙娘娘的故事 里面说女蛙石是女蛙娘娘 练食补天剩下来的石头 呃 女蛙石 这可是传说中的神石 是超越三界的秘密法宝 那您就一定知道 女蛙石在哪里咯 这个我倒是知道 那您知道不就好办了 说吧 我们马上就去找 我们几个可是连天下第一宝藏都能找到的哟 但是这个女蛙石 她不在地球上 不在地球上 跟我来 女蛙石就在这天上的一个叫紫微星的星球上 哦 那么玉帝让我们来找您 就是让您带我们去紫微星 紫微星 我好像听说过天上的一颗星星 紫微星是帝王下凡的星球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帝王都是紫微星人下凡后诞生的 这很简单嘛 就去找一个叫紫微星的地方借女蛙石过来 哪有那么简单 紫微星离这儿一定很远呢 朱朱说的没错 没办法的话 玉帝怎么会让我们来找他呢 你们这群小神仙还真可爱 继续跟我走吧 这个原始天准大人真爱绕蚊子 飞船 这是飞行法宝 地球诞生的时候 女蛙 盘古和通天大地三人 在地球上留下了飞行法宝 这个法宝很多年前被我找到了 带到了蓬莱 这个放了无数年的铁壳子能飞 不但能 而且时速十万光年 不过中间会不会出现故障 我就不好说了 别担心 别担心 出发前我会把飞船都检修好的 这是我的徒弟贝贝 他也是小仙人哦 而且也是个科学天才 大家好 师傅早说过有人要用这个飞行宝贝 所以我正在抓紧时间检修呢 大概明天就可以完成吧 辛苦你了 贝贝 这下太好了 工具也搞定了 为了不让地球毁灭 我恨不得现在就去紫围修 大家都别急 还是安全第一 明天的这个时候再来吧 你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好 这就是御帝的赌注 我们的希望 我也相信你们 天气这么热 根本就没办法干活啊 你还干什么活 这温度一天比一天高 我看呀 八成是天宫的内核出了问题啊 我听说天宫内核要是完蛋了 地球也会完蛋的 别瞎说 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 再说真像你说的御帝还能不管咱们 让咱们坐这等死吧 反正天气这么热是根本不能开工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现在就等着原始天尊大人的消息了 这次我们就叫拯救地球想分队吧 开什么玩笑 看来你一点都意识不到去宇宙冒险的危险性 飞船不是在那里吗 别开玩笑了 宇宙中到处都是危险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宇宙到底是什么样的 宇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踏过的空间 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空旷 一旦迷失在宇宙中 就连1%的生存希望都没有 必死无疑 而且宇宙中有很多太阳这样炙热的恒星 还有很多可以把任何星球都吸进去的黑洞 原来这么危险呢 难怪余迪那么艰难的决定让我们去 还有更重要的 宇宙中没有空气 我们一旦离开了氧气就会窒息死亡 而且其他的星球上说不定生活着残忍无比的宇宙大坏兽呢 听他吓唬你们 其实他胆小不敢去 我 我就是知道宇宙很危险嘛 难道还不能说吗 如果我没有驾驶飞船宝贝 你们怎么去紫卫星去找女娃食 哼 哎呀 反正在这里也会被太阳烤化 倒不如去拼一拼 宇宙再危险 我们也有机会拯救这个世界呀 危险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哼哼 我也这么想的 所以我才不怕呢 喂 人使天尊师傅让我来告诉你们 飞船修好了 你怎么突然出现在我背后啊 吓死我了 果然是个胆小鬼 请大家做好出发的准备 跟我前去吧 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 这一次为了大家 为了毛毛岛上的亲人 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加油 这次看着气派多了 我已经给你们设定好了 坐标飞行宝贝会自动飞向紫卫星的 途中我会让贝贝跟你们联络 走了走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波波和毛毛后 你们留步 什么事 原始天尊大人 玉帝早上通知我 让我告诉你们 去紫卫星的任务 让朱朱 毛毛王 逃逃前往 因为蓬莱需要战斗型的先人守护 所以波波需要留下 而毛毛后的爱心如意棒 也是为大家治疗的重要法宝 你们就先留在蓬莱吧 为什么呀 去宇宙冒险 怎么能缺少我呢 无论做什么 你们都在努力地贡献自己的能力 这和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无关的 可是 好吧 伯伯 我们听玉帝陛下的安排吧 也许这里更需要我们 伯伯 相信我们 你一定要守好蓬莱岛和天空等我们回来 回来了我还要和你较量呢 好吧 一定要回来和我比试哦 要是输了可不许耍赖 哇 好先进的机器 这简直是超越这个时代的伟大发明 我来看看 喂 猫猫王 你不懂不要乱动啊 哇 你这家伙乱按的什么呀 一定要成功啊 加油 猫猫王 这次我可是把全世界都压在你身上了 啊 变轻了变轻了 我居然浮起来了 那是因为你失去了引力变得没有重力了 我们还有二十个小时到达紫卫星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在船舱里自由活动 啊 这种感觉好特别呀 宇宙果然很大 在这么大的宇宙中 我们的星球是这么的渺小 人类 仙人 妖怪 又是那么的渺小 生死对宇宙来说又算什么呢 大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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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不停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哎呀哎呀 明天是否需要开出发 我的朋友你们现在到底在哪 想起你们最早总会放几点位 不断开始难怪你们在我周围 有了你的鼓励我来快碰睡 快点给我安慰 快快出现吧 在你身边我不害怕 他笑起来总是很傻 你把什么都告诉我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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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把朋友你很伟大 很伟大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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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边我害怕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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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她笑起来总算很傻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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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把什么都告诉我